把亲密关系当成灵性羞耻 随着人类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心智 大部分的关系也无法在本体之内扎根 继而转变成痛苦的根源 并且充满了问题与冲突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强化了小我心智的模式 且赋予它更多能量 进而激发痛苦之身 那么何不接纳这个事实 而不要试图逃脱呢 何不采取合作态度 而不是避开亲密关系 或是继续幻想一个完美伴侣会出现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让你感到圆满 当你能够承认并接纳这个事实的时候 他们就无法完全控制你了 比方说当你觉知到有些不和谐的状况存在 你对这个状况了然于心 经由你的觉知 一个新的元素就加进来了 而那份不和谐就无法维持不变了 当你知道自己不在平安中 你的觉知就创造了一个宁静的空间 它以慈爱和温柔环抱你的不平安 然后将你的不平安转化为平安 就你内在的转化而言 你是无法做什么来让它发生的 你无法自我转化 当然也不可能转化你的伴侣或其他任何人 你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转化的空间 让转化得以发生 让恩典和爱能够进来 所以每当你的关系发生问题 每当它把你的伴侣内在的疯狂带出来时 你反而应该高兴 因为无意识的东西见光了 这就得到了救赎的大好时机 每时每刻都要抱着对那一刻的觉知 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内在状态 如果有了怒气 就要知道自己有怒气 如果有嫉妒防卫 争辩的冲动 需要自己是对的偏执 内在小孩对爱和关注的需求 或是任何情绪上的痛苦 无论是什么 要觉知到那一刻的实相 并对它了然于心 如此一来 这份关系就成了你的实修方法 你的灵性羞耻 如果你在伴侣身上观察到了无意识的行为 用你的觉知 慈爱力 环抱它 你就不会随之其五 无意识和觉知 无法长时间并存 即使那份觉知 只存在另一个人身上 而不是在那个做出无意识行为的人之中 在敌意和攻击背后的能量形式 绝对无法忍受爱的灵在 如果对伴侣的无意识行为 做出反应 你自己也会变成无意识 但如果那个时候 你能够记得要觉察到自己的反应 就不会迷失了 有史以来 亲密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 这样有这么多问题 且冲突不断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 亲密关系 不是为了让你开心或满足而存在的 如果你继续透过亲密关系 寻求救赎 你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幻灭 但如果你能够接受亲密关系 是为了让你更有意识 而不是更快乐的话 那么这种关系反而给你救赎 你会与更高的意识 联合一起 而这更高层的意识 就是既有你而降临世界 至于那些紧抓着旧模式不放的人 他们会感觉到更多的痛苦 暴力混乱和疯狂 到底需要多少人 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让你的生活变成灵性羞耻 如果你的伴侣不配合 不要在意 神智清明 意识 只能既有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不需要等到全世界都清醒了 或是等到某人有意识 才能进入开悟状态 如果要等 你可能会等到天荒地老 不要彼此责怪对方无意识 一旦开始争论 你就已经认同某个心理立场 而且不但会护卫这个心理立场 也会护卫你的自我感 这时小我就当家做足了 你更坠入了无意识之中 当然 有时你必须指证伴侣的一些行为 但如果你够警觉 够临在 就可以 在没有小我干涉的情况下 给予伴侣回馈 不带批评 控诉或责怪 当你的伴侣做出无意识行为时 放下所有的批判 批判不是会把对方的无意识行为 和它的本质混为一谈 就是会把你自己的无意识 投射至对方身上 而误以为那就是它的本来面貌 放下批判 并不意味着 你可以忽视功能失调和无意识 它的意思是 要做那份觉知 而不是做那个反应和批判 如此一来 你要不是完全不起反应 就是虽然反应了 但人保持觉知 那份觉知就是允许反应存在 并在其中观察它的那个空间 你不与黑暗抗争 而是殆尽光来 不随幻象起舞 而是见像飞像 看穿了它 作为那份觉知 会创造出一个 有爱临在的清晰空间 允许万事万物和所有人 以它们本来的模样存在 没有比这个更能作为处境转化的催化剂了 如果照这样练习 你的伴侣就没有无意识地继续与你共处 如果双方都同意让这段关系变成灵性羞耻 那再好不过了 当各种想法和感觉一产生 或是一个反应起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马上向对方表明 这样就不会创造时间差 让未被表达或认可的情绪或怨气 有机会滋长 学习不带责任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也学习以开放 不防卫的方式 倾听你的伴侣 给你的伴侣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 并保持临在 这样一来控诉 防卫 攻击 所有这些用来强化 或保护小我 或是满足他需求的模式 就会变得多余 为他人留些余地 也为自己留些空间 是很重要的 没有空间 爱就无法滋长 当两个破坏亲密关系的要素被移除 也就是说 当痛苦之身被转化 而你也不再认同心智和心理立场了 如果你的伴侣也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经历到亲密关系 如花绽放的狂喜 你们不再反映彼此的痛苦和无意识 也不再填补彼此上一半的小我需求 反而会把自己内在深处感受到 那份爱反映给对方 那份爱伴随着一份领悟 领悟到自己与万事万物合一 这就是没有对立面的爱 如果你的伴侣还是与心智和痛苦之身认同 你却已经解脱了 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不是对你 而是对你的伴侣而言 跟一个开悟的人一起生活 并不容易 或者应该说 他的小我会觉得受到极大的威胁 记住这一点 小我需要问题 冲突及敌人 来强化分离感 他的身份 依靠的就是这个分离感 跟开悟的伴侣在一起时 未开悟的那一方的心智 会觉得非常气馁 因为他固定的心理立场 不会遭到抗拒 也就是说 这些立场将会变得摇摇欲坠 而脆弱 甚至还有崩溃 划解的危险 最后导致自我的丧失 痛苦之身 要求回馈 却得不到 那么他对争辩 戏码和冲突的需求 就无法得到满足